人类自探索宇宙以来,一直在寻找地外生命,最先寻找的目标自然是放在太阳系内的行星,太阳系八大行星里除了一些的地球外,那颗星球最有可能存在生命呢? 科学家通过各种探索,分析判断,最后确定,火星是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。 太阳系内处在宜居带内的行星一共有三颗,地球,金星和火星,金星地表温度太高,达400多度,而且含有浓浓的酸雨层,环境非常恶劣,生存存在的可能性不大,最后就是火星了。 火星处于宜居带内,周围的外部环境也稳定,各行星各行其道互不干涉,而且火星的大小与质量,与地球也比较接近,而且火星和地球一样,也是一颗颜值行星,有火山,火星有稀薄的大气层,主要成本是二氧碳,还有甲烷,有弱的磁场,通过各国的火星探测器对火星的探索, 发现火星有的地贸结构,很像是被水冲刷过的,因此有科学家怀疑,火星或许在很早以前,又和地球一样是一颗绿色的星球,又液态水,只是后来不知发生了什么,才变成现在这样,好几号火星探测器,在火星的一些地带发现了冰。 科学家猜测,火星的水并没有完全消失,可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存在于地表之下,冰层之下也极有可能有液态水的存在,这位生命的存在创造了条件,火星号探测器曾发回复很多的火星图片,在这些图片上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,一度像很多人认为这些是外星人,但后来NASA解释说,这些只不过是石头, 前不久,有一张火星图片上面,竟然有一颗像是炮弹的铁质物体,它和周围的石块形成了显明的对比,科学家也怀疑,这可能是一个人造铁质物体,至于到底是炮弹还是其他什么物体,现在也确定不了。 火星上发现了人造物体,这个发现可了不得,火星越来越上迷,因此NASA决定下月将再次发现最新的火星探测器,登陆火星对火星进行更加坚定的探索。 或许这次能够发现更多的证据,为未来人类的人登陆火星做好准备,如果发现火星上确实有不明的人造物体,那对火星的认识就要重新定位了。 那个时候,火星可能就不仅仅是否有生存的存在的问题,而是是否有外星人的问题了。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人登陆火星,揭开他神秘面纱的一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